一个家要变得漂亮 除了重新改造以外 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适时改变整体墙面的颜色 除了让环境更明亮 也可以使家中焕然一新 有不一样的风格 算是CP值很高的装修方式 在装修的过程中 游戏占了很重要的角色 因此师傅功力的好坏 也影响整体呈现的美观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游戏师傅这份工作 现在我在外面 这样做 实际说 少年人来学这面工夫 很少 就是艰苦 他的工作环境 游戏时是很游戏 游戏时很游戏 总是不想像 来坐办公室 有点有人去找 欠人自卑 虽然是没什么生猪 但是 你只要你来说 欠打拼 这个 这个有产 这个行业 和你的修力 算 还是 如果以目前台湾 这个 楼梯的环境来说 是 还算 万分顶 的修力 老师傅讲话 就是这么实在 虽然很谦虚的说 没有什么成就 赚得比上班族 多一点点 但相信 这么多年 经验的累积 加上各种 大小案子都历练过 师傅应该是可以 轻松退休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油漆的工法 有哪些吧 大家好 我是油漆的小王 那我们今天呢 是要来稍微 简单介绍一下 油漆的工法与工序 那我们一般进场的时候 我们会分为 新橙屋跟老屋返修的 这两个部分 那新橙屋的部分呢 一般都会有 木板或者是 西双盖板来封平 那封平的时候呢 它们所谓的 细缝间接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 AB胶或者是 树脂 石膏来 填补这个 细缝 这是属于 新橙屋的部分 那接下来是 老屋返修的部分 一开始都会先 先去处理 有问题的墙壁 那一般有问题的墙壁呢 大概就是会有 壁癌啦 或者是 漏水的部分 我们一般都会先 刨除掉 那刨除掉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刮平 刮除之后 我们还要再 去用防水的 隔绝 那做完这些工序了之后呢 我们在最后再补平 那这是属于 一般老屋返修的部分 那接下来是保护 那保护的时候 一般我们都会分为 好几种 比如说是门框 门窗 或者是门片 地板 或者是冷气 那这是属于要在 磨平之前的工序 因为我们在磨的时候 会有粉尘 灰尘 那我们先保护起来的时候 才会避免它卡灰尘 或者是 会有保护的作用 那接下来 我们保护完了之后呢 就是要来准备 磨的这道工序 那一般来说 我们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 边边角角 给它磨出来 那上面漆呢 会有分三种工法 来试做这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一般大家所谓的刷油漆 刷油漆 顾名思义就是用刷子去刷面漆 刷子部分就是有分老师傅的经验 跟新的师傅的经验是不一样的 那老师傅部分呢 他们的刷油漆的速度 还有均匀度 完整度会是比较高的 新的师傅呢 就可能会比较生疏 速度相对也会比较慢 滴在地上的东西也会比较多 那我们还有第二种工法 就是用滚轮 最重要最重要注意的就是 滚轮的两边 会出现一条一条的油漆的料 那我们必须要再去给它修饰一下 那最后一个工法呢 就是属于喷漆 那喷漆呢 是属于比较麻烦人类的一个工法 它需要保护的东西非常的多 但是相对的 它的细致度跟完整度是最高的 那一般来说 如果是像有家具类的东西 已经有住人的这种客户的话 我们会是比较不建议用喷漆的 因为它会导致整间都是粉层跟灰层 那当我们喷漆喷完 我们上完面漆之后呢 就会做一个收尾部分 那收尾部分就是最后 所有的缺失啊 或者是一些小缺点的时候 我们都会一并的处理完之后 把把布全部撕下来拆掉 再来去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以上这些就是我们的油漆的 所有工法的一个程序 游戏这个产业是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失作的 那包含女生也是 只是在于我们游戏这个行业是着重于手的基础训练 包含是手腕还有手背整个手 我们每天都要靠手的摆动来完成游戏这份工作 那我们这个游戏的产业呢 最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就是功力空气充的灰尘还有粉尘 还有我们游戏每天都在碰的有机溶进 那我们要隔绝这些的防护措施 最好的就是口罩 所以我们师傅每天都会随时系带着口罩 那以上这些就是我们这个产业 游戏的人最需要注意的事项 那如果你可以符合以上的资格的话 也欢迎你们来加入我们这个行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